他到底,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最高,他们最高是上帝,我们最高是什么? 所以你们的认识还是不够 他或许跟他说,这个上帝啊,这个创造我们整个世界,请问谁来创造上帝? 那我们预言,1999年,世界末路,我们现在几年? 那怎么还没有末路? 所以那个预言,就是我们所说的邀言厚重 那我们讲说,真的要预言的话,我们从真正的实际的现象来讲 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大的杰撒叫做贤解,圣贤的贤,贤解 那贤解有千佛,到释迦摩尼佛才第四位,到弥勒祠才第五位 以后还有95位,都还没有朗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贤解前面就是庄严解 庄严解有千佛,已经过去了 然后我们的贤解以后,有一个星秀解还没到 那我们的真心佛信啊,穿透 不管是庄严解,不管是以后星秀解,我们真心佛信都在 那我们的这个啊,叫圆费,一言有十二费,十二万九千六百耶 啊它呢,是无穷尽的一直在人种 我们一般都说,一个圆费里面有七佛至四三佛所言 一个圆费有十个佛,然后有千佛有几个圆费?一百个 有一百个,十二万九千六百耶 以往有一百个,十二万九千六百耶 现在有一百个,十二万九千六百耶 以后星秀解有一百个,十二万九千六百耶 是不是啊,长时间 以我们凡尘的这一个文字语言来说 它是非常长的时间啦 可是我们都不了解 我们的佛信啊,我们当下 当下这个本来面目啊,贯穿 万万年前、万万年后,都全部存在 它既不生也不美,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啦 那我们一个圆费,它有一半有人,有一半没有人 十二万九千六百耶,六万年耶,有人,六万年没有人 等到我们现在走到圆费的尾巴,他人先昧,然后天地混沌 然后天地混沌以后,重开天地,然后人再降生 这个呢,有一半都没有人,然后一半有人,还这样子一直在人转 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都在这个人悔当中 本来呢,我们都是佛啦,那佛可以到呢,无量的佛世界,非常宽广的 那因为我们真如不守自信,因恋妄动,然后才形成世界,才形成我们众生 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回归到本位,我们回归到本位,我们就可以能够了解贯穿 这整个所有的亿万年,我们都可以知道 所以,正悟到我们佛性以后,那个正悟到佛的果位,他可以无所不知 就是我们所有这样一直在人转,前一生在哪个地方出生 然后呢,这个生在凡尘的时间有多久 然后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都知道 然后再上去一生,再上去一生,是在哪里出生?是几岁 然后再还整做什么?再上去一生,这样一直连续,一直往前 万万生啊,都可以讲 佛啊,他可以万万生讲,不要说佛 阿罗汉就可以八万,八万节啊,全部都讲出来 超过八万节,阿罗汉就没办法 但是佛有办法,可以把你这个整个变化都讲 甚至以后,怎么样的变化,他还可以说 为什么?无所不知啊,无所不消 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今天小朋友 其实就是指差了 要快点了 可以再来看